過完整個夏天 憂傷命沒有好一些 等一下我的道具 現在呢我也蠻喜歡電影這種東西 我要離開這個行業了 我開始會用一個輕鬆的態度來看待人生 人生有很多的選擇 很多事情 其實是留不住的人 今晚二十點三十分 四川衛視暖心發聲